有兩個年輕人躺在上面休息 他們微微閉著雙眼 快看別人了 他們正在享受著假日的 溫暖的陽光 呼吸著 對不對 有看那個 還要看嗎 這還要看嗎 你聽不出來嗎 如果你聽得出來 你才說得出來啊 他們身邊的收音機 沒有發出吵雜的聲音 能在泳池邊享受休閒時光 真不是一件快樂的事 快點 我還等你們 我其實不應該等你們 要看反應 反應很重要 不但破壞了別人游泳的心情 會嗎 你誰可以來表演一下心情的反應 當你在游泳的時候 看到有人突然傳出很吵的聲音會怎麼樣 你還會這樣 一邊有 一邊有 喂 一邊有 你應該會掉下去吧 好 下面第三個 注意看 下一個問題 注意聽 不但破壞了這個 休閒與輕鬆的環境 也影響了別人 他們應該為別人著想 約束自己的行為 他們應該為別人著想 約束自己的行為 對 約束就是意思呢 他們應該要把這個收音機關小聲一點 不可以那麼誇張 再塗的另一邊 再塗的另一邊 如果不這樣練習 你可能會說 在兩個男士的前面 前面是哪裡 看不清楚 再塗的另一邊 這樣子保持 一個長髮 很快 正座在游泳池 我有些問題是比較好笑的 這樣做會破壞 放下 這樣做會破壞泳池的環境衛生 也可能把池水弄髒 不可能把池水弄髒 徐老師你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凶一點 什麼事 你認為那兩個年輕人應該 應該做什麼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應該把這個收音機關小聲一點 游泳嘛 為什麼要聽音樂呢 好好游泳才對呀 要聽收音機 應該把聲音聲關小一點 好 來 大聲問問你 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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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牌舉高 大聲問問你 多大聲 你再說一遍 讓外面馬路的人都聽到 可以嗎 我可以 我可以 大聲 我今天就叫他看看你大聲 再一次 音樂聲 嗯 啊 音樂聲開得太大會 怎麼樣 再一次大聲一點 repeat 徐老師 徐老師 看我 我問你 就看誰嗎 音樂聲 音樂聲開得太大會怎麼樣 音樂聲開得太大會怎麼樣 我覺得音樂聲開得太大會感染到別人游泳的心情 而且呢 啊 讓這個游泳池啊 變得非常的吵鬧 對不對 別人不能專心游泳 你們知道嗎 有些人在游泳的時候 需要很專心的 他要練習呼吸 對嗎 萬一他游泳很游泳 突然看到他喜歡的音樂 呃 傳來一個很美妙的音樂 他突然間 yes 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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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游泳池 你應該要注意些錢嗎 游泳池啊 要買票喔 到游泳池要買票喔 到游泳池要買票喔 還有什麼 應該是注意 做什麼 到游泳池要做什麼 要買票嗎 要買 進了游泳池 進了游泳池 那我就會說了 OK 進了游泳池呢 應該要注意自己的行為 對嗎 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學會了 喔